大家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个付出 那可以说无名又无人 因为呢我们的工作形态不太一样 所以呢一有案例我们要跑在最前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呢 包括大家的这个人身安全的这个要点 以及呢各位的专业的相关的训练 以及等等 只要是能够看悟到大家的这个安全的部分 我们绝对会这个重视 而且呢一定会好好的来做 让大家呢在从事我们社会工作的过程中 无后顾之忧 原本处长因为大家都知道 幸福的财政不佳 原本处长是说表扬完送个餐点 就让大家回去 我说我们平常这么辛苦 难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日子 我们在这边除了要表扬我们认真 这个绩效好的这个所有的优良志工之外 也要慰绕自己上对不对 对了 我们呢最近也开始在补足我们的一些缺额的不足 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志工一起来投入 一起来看顾我们的这个弱势家庭 看顾着我们的社会的这个需要的人 我想千言万语总而言之 因为有你们我们才能够移居 才能够呢更加的这个幸福 那这段时间来真的 看了大家的一个辛劳 让我真感兴望未来 绝对全力挺我们的社工 那我在这边排唱 恭喜所有受表扬的好朋友们 那我想今天很难得 我们有好几位乡镇长也来 包括我们的西湖镇长 黄镇长 鹏娃相吹我们 我们的这个张布根丹乡长 还有我们的苏伟俊书乡长 这个刚刚有25个乡镇长都非常的提我们 那也愿意出来这个帮我们这个录影讲话 我真的也要谢谢同仁真的非常用心 让大家知道社会各界都对我们的志工 我们的社工非常的支持 我想加了这个力量 我们呢会有更有力量来服务我们乡亲 再次的恭祝大家的这个福田 在这边再次的利用这个机会 谢谢各位 那最后祝福 谢谢大家